你說實力蟑螂 我昨天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是有點難過 不滿六度房價負擔超過三成 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 臉書梗圖點名 內政部次長花靜群 沒想到真Q來本尊留言 回覆卻是等來一句 時代蟑螂有夠髒 人總是有情緒 我們都是人 我們承擔了很重的責任 但是終究 人的心還是肉做的 有些時候會失控 那在此再向大家致敬 果然在實力剛創黨的時候 花教授還曾經來幫我們 上過居住正義的課 結果現在看起來是奇怪 怎麼會跟過去的說法 不太一致 意識到失言花靜群 深夜之欠也補充說明 所謂貸款負擔率超過三成 是本質上不至於太嚴重 但不希望嘲諷繼續向上 懷疑自己被斷章取義 而被罵的邱顯智也有情緒 懷疑花靜群忘記切帳號 網友更開酸光威更大 當官前居住正義當官後 影響經濟 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 建議花次長先跟過去的花教授 直求對決 花靜群出身民進黨智庫 槓上立委前也曾經跟柯P 為了公宅政策兩度隔空互嗆 大小綠口水戰也讓人見識到 小燕總統元旦談話 重新定義謙卑疾控高調嗆立委的 英式謙卑解綜合報導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即將開通會員功能 傳證的邀請您一起來加入會員 挺中天加入會員 將實質地幫助中天新聞維持營運 中天新聞近400位的員工 感恩在心 Youtube中天電視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 更進步的內容 請請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臉書粉絲 議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